智利前總統皮涅拉六號在一場直升機的空難中喪生 享受七十四歲 智利政府是宣布全國哀悼三天 並將舉行國葬 路透社是引述兩名消息人士的說法 說當時飛機駕駛是皮涅拉 但沒有獲得官方證實 也沒有對外確認飛行的目的地 智利海軍在首都聖地牙庚南方 約九百二十公里熱門度假聖地拉格朗科 巡獲前總統皮涅拉遺體 這項消息也由智利國家救災機構 以及皮涅拉辦公室證實 皮涅拉當時與另外三人搭同一架直升機墜湖 這三人幸運生還 唯獨74歲的皮涅拉罹難 初步判斷可能當時大範圍降雨 能見度低而發生意外 不過真正失事原因仍帶調查 智利政府宣布全國哀悼三天 並於九號星期五 為皮涅拉舉行國葬 比涅拉經常自駕直升機到處飛行 每年二月他都會與家人在拉格朗科度假 南美洲多國領導人包括巴西總統魯拉 阿根廷總統米雷伊 巴拉圭總統潘尼亞等軍隊皮涅拉 突然過世表示震驚與哀悼 皮涅拉是獨裁者皮諾契特政權後 智利首位民選的右翼領導人 他擁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2010到2014年第一個任期內 帶領國家經濟突飛猛進 並兌現出售部分資產的承諾 而該任期極為著名的事蹟 是2010年成功救出受困 阿塔卡瑪沙漠69天的33名礦工轟動國際 還被拍成電影 2018年第二個任期因經濟不景氣 智利爆發大規模抗議行動 皮涅拉部署軍隊壓制 遭控侵犯人權 身為億萬富豪的皮涅拉 1980年代將信用卡引入智利 成為智利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還投資智利航空公司 足球俱樂部以及一家電視頻道 公視新聞黃玉玲編譯